在伊斯兰国极端组织IS扬言要对我国展开袭击的阴影持续笼罩之下 警方在这个月内又逮捕了14名怀疑和IS有联系的嫌犯 这些嫌犯年龄介于20到49岁 他们分别在全国5个州属落网 当中就包括了一名女性 此外警方也从其中一个人的家中搜出了一公斤重的自制炸弹 他们涉嫌策划在巴生谷发动恐袭 而警队高层是他们的目标之一 国内多次传出IS成员企图用自制炸弹袭击警队高官险要 在反恐警方布下天罗地网后终于逮捕了14名嫌犯归案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伊卡利·阿布巴卡透过文告宣布 警方本月14号到20号期间在吉隆坡雪兰儿霹雳 吉打 槟城和沙巴 逮捕年龄介于20到49岁的IS嫌犯 警方在逮捕行动中也起货一个一公斤重 已经完成的检疫爆炸装置 当局相信IS企图用有关的爆炸装置在巴生谷发动袭击火动 落网的嫌犯四人是午夜人士 三人是自雇人士 两人是厨师 还有一人是学生 他们和上个月落网的IS成员来自同一分支 警方也透露涉案的43岁女嫌犯在霹雳落网 该名女子主要是负责IS的宣传工作 警方将援引2012年国家安全罪行法令调查所有落网嫌犯 NTV7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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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 �